露出国中创客社群在这些学期参加不少的外党 学生也利用每天中导困到时间 完成不少的作品 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以雷切机来完成 我们到这里去看看 圣诞树造型的正式品顶头 看很多用雷切机完成的杯垫 会加洗钥匙圈 这都是露出国中创客社群的学生 陈培德所完成的 圣诞树是因为要在校庆的时候 然后把它拿出来所有的物品 给要来我们团围玩的人看 然后就把它吊上去 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拿几种款式 赶快利用这些学期参加的雷切课程 完成作品的 还有蔡佩晨和洪俊为 这个看起来我们都很大的扭蛋机 大部分都是用雷切的方式来完成 原本这个要用宝特瓶 可是太软就是它那个地太软 然后就是有时候蛋会弄不进去 所以就改成做雷切 雷射切割机去切这个木头 然后里面那个地方是用后纸板去粘的 我们就是在上面多了这一根 然后让它就是下来的时候 扭蛋不会卡住 核心在在装作过程中 给这儿都会遇到困难 但是大家一直在尝试和突破 才有这些作品 然后一个概念 大家都摄取不同的目标 希望可以做出更多不同的作品 接着本件开林金如 露出彩虹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